嗨,欢迎大家来到不爱就散12月咯 先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哇,我是芳怡,圣诞快乐 对,那个听有没有听到 但 viewers有看到我们今天有一个 华路在奔跑 那我是圣诞老公公 哎,老师歌声不错哟 下一集可能会有雪橇 看我们小编怎么准备 好,圣诞节特别喜乐 那在不爱就散里面今天要聊的 是 目前我都没有听过这个词 但是在法律局有这个词吗 事实上夫妻关系 对,这个其实在我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就在讲 然后你就想嘛,就三十几年前 其实所有的这个大家都讲 各国都有事实上夫妻 怎么就台湾没有呢 所以呢,今天这个故事 就是跟这个 三十几年之后 终于有一个台湾法院的一个判决 来讨论这一题了 那我先问一下方月律师 假设说有听友们不想结婚 好,那他长期同居 我们就算个五年到十年好了 所以当他不幸后来要要散的时候 不幸要进入法庭的时候 由事实上之夫妻关系 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 司法认定的状态可以用法律来处理的吗 是的 对,其实这个故事其实也就在讲 关于事实上夫妻这件事情 就是双方呢 就是外界都以为他们结婚了 他们就只差一件事情 没有结婚 就是法律上的登记 他没有做 那他具备的所有客观上 大家都认定他是夫妻的情形下 那这种情形如果也遇到了分手 就是不爱就散的状态的话 那那怎么办呢 因为很多朋友都跟我讲 哎呀,结婚好麻烦哦 不结婚不就好 可是这件事情就在讲 不结婚真的有比较好吗 好,那这对是名人 我以前哦 我相信他们一起共有这个财产 应该蛮久了 因为我三十几岁 四十 我记得我在台视时候 我们常下班就去吃蓝宝宝火锅 沙茶火锅 哇,那么多年前啊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下班的时候 他们都很辛勤就还在营业 因为平常实在是 如果你在正餐时间吃排队的人很多 就是蓝文青先生跟艺人夏光丽 那这个个案呢 是艺人夏光丽提出夫妻剩余财产分配 但是进入了诉讼 他向常年的同居人蓝文青 索取六千八百五十六万元 一二审都败诉 那理由不同 那一审认为 你们两个并没有法律上夫妻关系 所以夏光丽小姐你无从请求 好,那台湾高院认为 两个人是事实上之夫妻关系 但是呢 你的请求权已经超过请求的时效 而败诉 当我念到台湾高院认定的时候 所以夏光丽小姐没有办法再上诉 没有,可以再上诉 可以再上诉 所以我们只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故事 来提醒大家一些法律上的一个保障 那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 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我先念 男女共同生活虽然欠缺婚姻要件 但仍然有以发生夫妻身份关系 这个意思 而且对外呢 他们是以夫妻形式经营婚姻 共同生活的结合关系 而得以类推 适用夫妻身份 那么得以类推 适用夫妻身份上 还有财产上 法律关系的规定 哇 得以类推 然后因为越笼统越表示都盖瓜了 所以法律上适用夫妻身份 法律上适用夫妻身份财产上的相关之规定 全部都可以适用 好 这件事情呢 其实引起了法界的争议 有人认为说 如果照你这样讲 可以类推适用夫妻上相关的规定 包括什么侵害配偶权啦 对不对 包括赛养费啦 那包括夫妻财产的分配啦 那请问你 我为什么要结婚登记 我不是这样就好了吗 所以就有有法界就说 这个司法上的判决 可能会引发更多人的是不婚的 那这样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 那在学者界呢 他又提到 以前这事实上夫妻啊 他就是说 还要多加一个一句话 就是不备于公序良俗 也就是说 今天这则 刚好是一对一的关系 假设呢 他有 就是说 有所谓的婚外情的这种关系 譬如说我跟你在婚姻中 我跟另外一个人呢 也生了小孩 尤其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就把判决书调出来看 也就是发生了这件事 就是说 他可能跟第三者也结 有生小孩 但也没结婚 那这种情形下 那事实上夫妻会不会好几个 对吧 对不对 就好几个 那法律上会不会就很混乱 你知道大家都是夫妻 那不是突破了一夫一妻制吗 就变成你可以用同居的形式变成事实上夫妻 你就变成一夫多妻制了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他因为有一个有备于公序良俗 所以刚刚这一些大灾规定 他就不适用 他就应该会被法院的实务上 法院我通常如果引用的学者 就用备于公序良俗去做推翻 但是这个个案相当有趣 是我知道他是两个人交往 有像夫妻般的交往 有这样的共同生活长达28年 所以他虽然没有孩子 但是后来女生就发现了 其实男方似乎有另外有其他的感情 而且还生有小孩 因此他就很难受的就离开了这段关系 好这个第二个法律关键题 真的看不爱就散就要特别注意 我离婚有一个离婚登记 判决有个判决离婚 我财产是不是有个起算日 对吧 这就是后来高院判决 请求于其的原因 可是他们既然没有婚姻关系 你怎么叫于其咧 他们有离婚日 对没有离婚日 所以当时我看到女方的主张 这个是有公开判决 大家也可以去查 他就说我实际上是因为 我策心的去报警 因为他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有去备案 所以他认为那天才是他的分开的 就是分手的日子 但是呢 看来高等法院 是把他搬走 他就是他搬家 后来这位女方就跟男方分居了 他就是在这个搬走的日子 当做了他财产 也就是关系的消灭 也是财产的起算日 所以呢 事实上夫妻是不是给你了 给老师的一个 或者给大家的一个观点 那个起算日 好困难 因为我离婚有个登记日 有个判决日 但是分手 哪一天才是真正分手日啊 我们对不对 那方玉律师我想 请问一下 这高院后来判决说 你不能主张啦 财产分配 这六千多万 因为你已经过了请求权 请问请求权时效是多久 两年 知悉日两年 那这里头的知悉他又拿了一个证据说 你当时有去帮他办一些房产的事 相关事务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他的财产状态 对吧 你又是一起合作这个事业 对吧 所以你怎么会不知道 所以知悉日两年这件事情 他就被扣住了 所以他就离于失效 所以一审呢 认为没有事实上夫妻这件事 二审的法官认为 有这件事情 我类推适用了台湾的这个夫妻财产制 但是呢 你知悉日起算 你已经超过两年了 方玉律师 那这里我又有一个 我觉得他好像又普适用于情侣关系 我们现在讲的是 以夫妻的形式 对外界 不要说展示好了 所外界认知 长期的一种同居关系 是的 那什么时候算分手的起始 原来这里有一些模糊地带 然后不晓法官会不会认为说 你说你的分手日 可是在你所说的分手日之后 你还要去帮他去办理一些房产或什么 那你们到底算不算分手 对 再有一个现在也是名人 他也在司法诉讼里面的 很不幸今年的 MeToo案里面 对不对 然后 当然他是声称了在合议的情况下 那时候跟未成年的男孩发生了性关系 然后到后来我就听到有一些同事在讨论 或是朋友说 哎呀 这个男孩子怎么可以主张 他那个时候是遭到性侵害呢 因为他后面还跟这个男性有联系啊 而且出示了讯息 他们在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还是平和啊 并没有剑拔弩张 那当然我那时候我的看法是 跟同事或朋友这样讲说 我说我认为你讲的不对 你不要用那个人后面 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去跟加害者互动 是不是啊 其实加害的事实本身 跟他后来要不要跟加害者互动 并不影响他受害的事实 是完全是啊 就是说其实尤其涉及到性侵害 性侵害案子的行为人 通常在那个事情之后 担心自己被控诉 他就会有一起聚餐 甚至会有送礼物 会有送花 我几乎所有的性侵害案子 都有类似的行为 换句话说 你并不能以事后 我说没有啊 我就故意去跟念华老师吃饭 你看他当时也在啊 所以表示说他当时是同意的 不然他怎么可能跟我去吃饭 可是你知道有些当事者在当下 他有很多人身自主的一个安全的疑虑 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些配合性的做法 我觉得相同 对配合性的做法并不代表说 他当时没有受害 所以在我们看别人这个分手这件事的时候 法律有离婚日起算 对啊 或者再上推 结婚嘛 所以同居跟分居这个好像也比较确定 对 像这个夫妻事实 事实夫妻关系 事实上夫妻关系的法律上 没有夫妻关系 这样的一个 常年同居这个分手的起始啊 我觉得就是能不能说不足为外人道呢 但是法律还是得处理 法律得处理 你怎么说 我认为说这个法律得处理 但是有一个其实在不爱就算的朋友应该常常听我在讲 伴侣相关的法案是没有通过的 假设我们有个像国外有个伴侣契约 就是我刚才讲有人不想要进入婚姻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不想要有姻亲啊 因为有姻亲我就很麻烦 姻亲就是有公公婆 有有业妇院母 有小姑小叔之类的 那你也知道那里头都会产生很多的抚养义务啊 有很多的人情事故啊 所以他说我宁可是你跟我之间的同居关系 那甚至为伴侣契约啊 所以呢像刚才我讲的这一对夫妻 或者是你们也跟他是一样类似的情形 就要特别的去注意到 你不当然的被法律保障 所以你要更明白你的法律得要 你没有一个模组让你来使用 你就自己要去创设自己的模组 这是一个在法律上你特别要注意 因为我觉得两个成熟的人 可以谈论到伴侣契约就是相当的成熟的 所以可以好好去谈你们的关系怎么处理 甚至包括财产怎么处理 包括你们的家用怎么处理等等 还有借用款都要讨论清楚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还供应我们一个财产分配的明法 第1030条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 我念一下 第一项 剩余财产差额的分配请求权 自请求人之有剩余财产的差额的时候起 两年内你不行时请求权就消灭 自罚定财产制关系消灭时起 与五年者一同 那就最后两行老师这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的财产状况 但是你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那你即便不知道 还有个五年 好五年的时效 就是你知道的话 那你请求剩余财产分配两年 对对 但你在都不知道情况下 然后你想起来你才知道了五年 对对 就是那件事情之后 分手之后的五年 譬如说离婚 我的夫妻关系消灭了 好我的财产关系也消灭 从这边计算就五年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 方玉律师 人在浓情蜜意的时候 不会想到什么防范于未然 因为我觉得人好像有一种躲避 跟否认的内在灵 就是说我没有未然这件事啦 我现在就是关系好的很 讲那个不吉利啦 好像咒诅啦 但是伴侣同居这件事 今天这个case好像告诉我们 防范于未然 其实对于好散 它相当有帮助 我谢谢老师做这样一个ending 就是说通常我们的亲密关系 都是模糊界限 那就是什么事情都故意模模糊糊的 带过去 故意真的会故意 模糊的带过去 但那个模糊当中 各自在内在里头都有自己的心理想象跟评价 那件事是很不健康的 因为也许他并没有这样想 但你会这么投射他 那对方可能也会这么去猜忌你 所以有时候 健康的关系 是一个平等跟民主 对不起 我一直想 关系里头的民主关系也很重要 也就是你可以带着爱 说出真心话 把你的担心跟你的焦虑都说给对方听 互相一起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反而是有助于爱这件事情可以更延续的 希望我们彼此都记住 不要忘了我们现在冲刺 希望到年底能够有四万 然后就换我要送小礼物了 圣诞礼物 不要忘了按赞分享 叮叮当叮叮当 看有头有尾 不要忘了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好圣诞快乐 下次见 拜拜